大家好,今天的理财话题是,为省钱而搬到低税收州是否值得? 在美国,许多人为了省钱搬到低税收州或免税州,这主意听起来不错呀,但是这么做值得吗? 目前纳税人搬家离开比例最高的州就是收税最高的州,如加州、伊尼诺伊州、纽约州、马萨诸塞州和新泽西州。 许多专业人士多年来都在计算为省税而搬家是否核算,他们的结果是,许多人在搬家前没有足够考虑,许多人在搬家前没有考虑足够的因素就做出了判断。 许多时候,人们只是注意到一两个问题,通常关注在是否征收所得税上。 高税收州与低税收州 2021年人们缴纳所得税最多的五个州是,加州12.3%,夏威夷11%,新泽西10.75%,俄勒冈9.9%和明尼苏达州9.85% 每个州都有各自报税扣除、豁免、信贷等规定。有八个州不收个人所得税,他们是怀尔明州、华盛顿州、德克萨斯州、田纳西州、南达科他州、内华达州、佛罗里达州和阿拉斯加。 如果只用上面的信息来决定是否搬家,做出决定很容易,但也是许多搬了家的人犯错的地方。 收税还有许多形式。 你想一下,一个州不收所得税时,那这个州所需要的资金肯定就得从其他地方来吧,也就是说会收其他的税。 多数情况下是销售税或财产税,也可能是两种税都收,每个州都是要依赖税收的。 不收所得税的州很可能比你现在的州收更高的销售税和财产税。 如果你在另一个州有自己的企业,搬家后你可能仍然需要向该州支付所得税,你还得给你要搬去的州支付销售税和返产税。 就是说搬家后你可能并不会省下多少钱。 只有四个州没有销售税,包括新汉布12州、俄勒干州、蒙大拿州和特拉华州,考虑将支付的所有税。 举个例子,假定居民年收入约为8万2千美元,返产35万美元,有一个小孩,这样的情况下,居民缴纳所得税、销售税和财产税要支付的税额。 结果是,怀俄明州的居民支付税额最少,占其收入的4%,而同样状况下,伊利诺伊州居民支出的税是最多的,为13894美元,占其收入的16.8%。 其他四个税率最低的州为,内华达州4.7%,阿拉斯加5.4%,佛罗里达州5.6%,以及田纳西州6.5%。 所以在计算另一个州是否花费较少时,还需要考虑你将支付的所有税。 返产税取决于你搬家购买的新房的大小,如果购买了较大的房子,你要交的税可能现在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 居住便宜的州 在生活成本较低的州或者地区,你会发现收入也较低,钱赚的少一些,税也会付的少一些。 如果要找交税少,生活成本低的地方,你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。 福布斯屏出了10个居住最便宜的州。 其中,米西西比州居住最便宜,住房和交通成本最低,天气温暖。 但它在教育贫困方面有问题,工作机会也少。 堪萨斯州是第二便宜的州,失业率很低,住房成本比全国瓶颈水平低27.4%, 但是它的缺点呢,是机场偏远,农卷风频发。 比较生活成本 搬到另一个地区时,生活成本会变。 你还需要了解食品杂货,医疗保健,水电交通的成本。 使用生活成本计算器,你可以找出目前所积住的地方和搬家目标地区之间的差异。 Best Please网站可以让你对地区成本差异有个大概的了解。 最近有不少人从交所得税的州搬入不交所得税的州。 虽然后者可以从大量雇员中收益,但不收所得税可能会有代价。 比如在教育方面,南达科他州和怀俄明州的教育支出是最少的。 其他的考虑因素,你还需要考虑搬家后你的收入、配偶的收入、各种税率, 以及每月支付占单后还剩多少钱。 在那里生活能否负担得起。 尽量了解新的居住地,找出你喜欢和不喜欢的进行比较。 最终判断出搬到其他州是否真的值得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,希望能搬到您。 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 再见。 在这边 用小姐的小姐 用小姐的手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